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1世纪的美国生存 这本书描写的是在21世纪的美国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迫于经济 住房 社会的压力 他们开着各种各样的改装房车 生活在路上 演员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 在多伦多电影节上看到赵婷的上一部作品《启示之后》 就认定了无一之地的导演 非他不可 两人一拍即合 之后迅速地展开了拍摄 影片于2021年2月19日在美国上映 并计划于2021年4月23日在中国大陆上映 这是一部好莱坞制作的非好莱坞电影 在电影里没有好人坏人的区分 没有明显的戏剧冲突 故事情节也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演员也大部分都是非专业的演员 故事是这样的 2008年金融危机 美国昂皮尔小镇的经济支柱石高厂倒闭之后 这里人去楼空 连小镇的邮政编码都被取消了 影片的女主角福恩一直在这里居住 赖以生存的工厂倒闭后 他很难找到其他的工作 加上丈夫的离世 他几乎失去了一切 对这里已经没有留恋的他选择了离开 为了最大的节约生活成本 他将相似货车改装后变成了自己的家 成为了一个住在车上的现代游牧人 他一边打工一边流浪 一路上也遇到了很多和他一样的人 他在亚马逊的一个商品分发中心当季节工 由于工作的不确定性 他不得不四处移动 哪里有工作他就会去哪里 影片虽说算是公路电影 但没有大多数公路电影里的大起大落 一切都如小戏般缓缓流淌 但却充满着坚韧的力量 佛恩没有钱 没有房子 也看不出来他对物质有什么留恋 只有两件东西他非常在意 一是父亲送他的瓷器 二是他的婚戒 瓷器是他中学毕业时父亲送他的 他一直小心翼翼的保存 后来这些瓷器被路途中 同在一个营地的人不小心打破 但是他在电影中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发火大怒 然后他把打碎的碎片一片一片的粘合了起来 有朋友家孩子童言无忌的问他 妈妈说你无家可归 他回答 我不是没有家 只是没有房子 还冷的冬天 他把车停在路边准备过夜 有好心人过来告诉他 这附近有教堂提供免费的床位 他去找姐姐 他的姐姐是标准的中产 在聚会上朋友们讨论的都是房地产和投资 他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 尽管姐姐非常想让他结束流浪生活 留下和他一起居住 他仍然拒绝了继续上路 他的房车坏了 修理费用要好几千美金 修车厂劝他不要花这么多冤枉钱 再买一辆都花不出这么多 但他执意要修 因为这辆车花了他太多的心思 这辆车对他来说意义已经超出了车本身 这是他的家 家的情感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佛恩不认为他需要被救赎或者被拯救 当然也没有试图让我们为他感到难过 这是电影获得了他独特的情感 这些情感来自于真诚的 本片中 佛恩一路上遇到的大多数人都不是职业的演员 而是真实地过着流浪生活的人 他们互相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分享如何在路上安全生活的技巧 他们互相支持帮助彼此 佛恩和他们的对话和互动 有一种即兴的自然的特质 这也是电影的整体基调 佛恩的故事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很多人的故事 他们感到迷茫 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下一站该去哪里 明天会发生什么 无疑之地似乎也像是对2020年的动荡和焦虑的一种回应 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简单的美好 朋友的微笑 流淌的小溪 荒原里的日出 陌生人善意的目光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感受到佛恩的痛苦和挣扎 但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不安和不确定的感觉 或许我们都该去路上走一走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